好 最近這個黑心食品 真的是鋪天蓋地 沒有一個宗旨嗎 這段時間又傳出來 新北有個很大的 做豆花 還有仙草的一個廠商 它用化學豆花 而且裝在洗腎的藥劑桶裡面 仙草 對 這是怎麼個回事 我真的覺得 我覺得大家快瘋了 你說煮食嗎 吃油很擔心 吃個甜點 豆花仙草也要擔心 因為豆花跟仙草 大部分都還是夏天吃 到了冬天 對不起 大家都要吃麻辣鍋 所以你說夏天已經過了 但是冬天有新挑戰 就冬天的毒品 那冬天的毒品 要出現了這樣 我們今天會介紹幾種 一個是麻辣鍋 然後另外一個 麵包 大家還記得香精麵包嗎 這麵包裡頭 告訴你說芒果麵包 不見得有芒果 告訴你草莓麵包 裡面保證沒有草莓 所以一大堆的這種黑心食品 那當然也有一些 很認真 比如說做手工果醬 對 我們在現場請到了 余美芮芮 美芮老師 然後幫我們做手工果醬 大家等一下看這個 余師傅這樣怎麼做 你就會知道說 外面賣的那個手工果醬 是真還是假 不過我們先從 麻辣鍋 真的 到底麻辣鍋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我們都很愛吃麻辣鍋 而且生意很好 但現在最近這些油的事件發生 我們發現很多知名的麻辣鍋 裡面也有問題 什麼顛王什麼都有問題 之前的时候鼎旺也有问题 但是更可怕的是 既然我们现在跟 点了一个麻辣锅的锅底 它可能根本就是化学汤底 真的是这样吗 吴老师 那当然啦 因为 当然 你的意思是当然了 当然是吗 什么太多 没有加那种人工的才怪 真的吗 因为所有辣的这个成分 现在在市面上都可以合成 而且还可以调辣度 那全世界最辣的那个辣度 是我们以辣度来算 叫做 它叫做一个叫做 Scoreville 那个那个 一個scale 那最辣的是一千六百万 什么叫做一千六百万度 一千六百万度 那就是一种辣度的分 分類 他就是把辣椒的成分 用酒精萃取的时候 那调一点糖水 但老师 这些辣度也可以用真的辣 就去调出辣度 那怎么一定要用化学呢 没有 因为比较便宜 比较容易拿到 那调的时候比较精准 那我请教一下 吴老师说这个锅底 当然是化学锅 它里面有大骨粉 味精 辣椒粉 辣椒精跟辣椒红 你刚才说辣椒 这个通通都是用化学的 可以来做成 这种辣的这种辣椒里面 抓出来的成分 大概六七个成分 其实都可以合成 全部都没有用任何的辣椒 完全可以不用辣椒 全部通通都是化学合成的 对对对对 那到底成本是差多少 为什么业者要这样做呢 你那个天然的食物 你要抽出这些香料成分 或者是颜色的成分来讲的话 他可能要好几公斤 才能够抽好几毫克出来 所以基本上来讲 他就不划算 那我用化学合成的话 他的单价相对来讲 我可能小小一罐香精 这个可能是一百克两百克 你到化学化工行去买的话 很便宜 他到底差别有多大 你知道我们买了大骨粉来 我们也买了麻辣糠粉 我们看看来差别有多大 那所以说这些 比如说像大骨粉 大骨粉也是合成的吗 等一下我们先讲一下 你看这个大骨粉 这一包两百块 然后我们去问业者说 这一包一千公克 那每一锅的汤底 大概要用多少公克的 这一个大骨粉 答案是十公克 所以这一包可以泡出一百锅 一百锅 那一锅只要两块钱 那一般来讲的话 大骨粉是用什么做的 大骨粉 一般来讲正常的大骨粉 是要用大骨熬出来 但是你要多少的骨头才能够熬到 因为你抽出来之后 我们还要浓缩浓缩完之后 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粉 那你要多少的骨头才能够抽 这种东西 所以老师你就讲这两百元 绝对不会是真的大骨熬出来的 那不是大骨熬 那是什么东西做的呢 大部分就是化学添加物加下去 这就要用化学系的老师了 吴老师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里面起码要有十几种成分吧 它里面会有糖 会有盐 会有分解后的氨基酸 会有分解后之后的这飘零核酸类的 这东西吃进去之后 你会觉得甘甜有口感 然后它的咸味 咸度 甜度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过程去做调整的 所以这个老师真的不懂 那猪的味道哪里来 因为大骨粉 大骨 它在那边要有猪肉的香味 分解后的蛋白質 他有分解过的产品 我跟各位讲 真的吗 所有的天然的成分 都可以经过精密的仪器去解析了 那里面有哪些成分 哪些成分会有哪些口感 哪些味觉 哪些香味 然后都可以透过人工合成 合成了之后再做最后的调配 就会变成像这样的粉状的东西 说实在的 我觉得你说有一些香味 他也在这里面 我觉得可以理解 他连口感都可以透过化学来 研究出来 这是什么道理 那当然二个调得很清楚 两位都那么一直点头 味跟 香味跟气味来讲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化学物质 那香味它是可以飞花的 那气味 这个是口味来讲的话 它就是在舌头感觉 所以它其实都是 天然的风味物质也是化学物质 所以人的味觉 嗅觉跟这个 实在太容易被骗了 你看看你会不会被骗 我们今天这边有两碗汤 都是大骨汤 一碗呢 我先不讲哪一碗了 一碗就是粉调出来的 然后另外一碗呢 就是我们亲爱的工作人员 很辛苦地熬了一个晚上 然后熬出来的大骨汤 你们来尝看看 看你们没有做 看我们正要尝 有点世纪 世纪如归的感觉 有一碗就是完完全全都是化学成分 如果这个它要调出很像真的化学成分的 其实也是要一些技巧 真的吗 要靠什么技巧 要不要给老师喝 不要了 因为你要气味什么东西都要会像 好 来 这是A 这是B 等一下你告诉我 我喝 好可怜喔 CMP 你真的是白老鼠 太感人了 反正再多不愁嘛 我们已经吃很多了 对不对 那现在是粉红老鼠 粉红老鼠 有道理的 对 这是B 这是B 对不对 好 我跟你说 这一般的人这样喝的话 一定觉得这个真的是大骨汤 太好喝了 是不是 很香 很香甜 这个很轻 这个太轻了 这个几乎像 像水 像洗萝 像萝卜水 像萝卜水的感觉 像萝卜水的感觉 那这个呢 就 就真的有排骨味 我闻看味道 你喝一下 反正你喝 太恐怖了 化学成分 这个真的像萝卜水 你在外面吃多少了 开什么玩笑 你闻大约闻不开出来吧 闻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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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闻起来这个比较香 这喝起来就像萝卜水 这个就像是有感觉的汤 来 凤馨你揭晓一下 就像萝卜水的是真的大骨汤 然后你喝起来很像排骨汤的 那你多喝一口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 我们已经喝惯了 不喝呢 是 来 不喝 不喝会有中毒反应 喝了吧 所以老师我请教一下 两位其实都是专家 你们真的到外面餐厅去喝的时候 你分辨得出来 他是真的还是化学的吗 讲老师会非常困难 你们也觉得很困难 当然会非常困难 吴老师你都很困难 因为你去的时候 通常我去的像我中午 真的是有喝到一碗排骨汤 但是我确实要看到有排骨在那里面 你才放心 我才放心 如果没有的话就不行 你看到你看到有排骨 看到有排骨真的可以放心吗 没有 我还要看他的 我还要看他那一个餐厅 那餐厅来的时候 通常他会给我一杯杯水 我一定会先测一下 他的杯水好不好 他如果杯水是不好的餐厅 我通常我也不去那一个餐厅 杯水怎么测 因为你杯水不好的时候 他拿那个水去做汤给你 去煮咖啡给你 去甚至泡茶给你 对不对 那一家的这个餐厅 就通通不合格了 就是了 对 我的问题是说杯水怎么测它好 还是不好 怎么看 通常来讲的话 这个我都会带一个测水的这个装置 真的吗 你还有测水 我带一个测水的装置 我去放进去嘛 放进去我马上就知道 毒素是多少了 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以为是用味道 看一下 有些水 事实上会有一些那个消毒水的味道 这个就是你拿来测水好不好 对 我常常说随身攜带的 这一个在外面可以买吗 要透过特别的管道去买 我都教我的研究团队 那教我们一些简单一点的 一般人如果要辨识的话 用你这个测水法可以怎么测 通常来讲就把它打开了之后 我就放进去了 我马上毒素出来 我马上就知道这水 我说没带这个仪器的话 没带这个仪器的话就很难了 很难 所以老师连自己的口感都不相信 那个 凤欣你可不可以拿老师那个 我们可以放在那个 那个大骨粉熬出来的汤试试看 这要测杯水比较准 要不然就要测油 你有测油啦 测油 像油的时候 我就把油放在水里面 然后把它摇一摇 油就好的 油就跑到上层去 然后我会把这油倒掉 那我只量下面的水 如果下面的这个水是不好的时候 我肯定上面这油也不好 所以那个油我就不要 分离开啦 对对对 老师你出门的时候给洗 你其实是魔术师吧 你要不要把西装拿开来 所以你给洗好多 所以吴老师是用这种方法 那师老师呢 你刚才也一直摇头说也吃不出来 对不对 因为事实上我们已经感觉到那个 好吃的味道 但是常常好吃的味道 它其实是已经调配过的 已经都已经混合好了 那所以我们从小已经被教育到说 这个是正常的味道 等到你吃到真正的东西的时候 你反而觉得它不好吃 常常是 所以我们每次做加工实验的时候 我的同学学生所有的报告都写说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产品 跟市面上的差很多 我希望回家之后能够多做几次 做成跟市面上很像的 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已经被教育到说 比如说果酱来讲 果酱的风味 它就应该是那样子 那我大骨汤的风味就是那样子 等到他们吃到真正那种很清淡的 他反而觉得不像他以前吃的 就跟我刚刚一样嘛 就是我们的舌头已经麻掉了 对不对 我们就觉得那个是萝卜水 从小被教育说这个东西是好吃的 对 没错 那讲到麻辣汤 刚刚讲大骨汤 对不对 我们已经分辨不出来了 那麻辣汤 也有麻辣汤粉 它现在已经真的是叫客制化 对 没错 帮所有的麻辣汤的这一些 叶者 叶者都做好了一整组的 我看一下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调味剂 有什么香腥料 然后牛肉风味粉 鸡肉风味粉 植物性水解蛋白 豆瓣粉 豆瓣粉是豆瓣吗 应该不是 豆瓣粉也不是豆瓣 也都是化碟的成分 糖啊 盐啊 所以这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食物 萃取出来的 好 但是这一包又来了 320块钱 1000公克 它还是可以做100锅 所以一锅3块2毛 这一锅3块2毛钱 那么我们现场呢 而且冯玺你知道吗 后来我上过那个类似的网站去看过 他们在豆瓣 就是在行销他们这些汤粉的时候 还强调说 具有淡淡的中药香 味道呢 具有浓郁的什么麻辣穿透性 讲得跟真的一样 其实这非常有道理 所以连这个东西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进去对不对 像中药 我们那天不就在讲吗 连那个什么人参都有那种人参金粉 就是啊 对不对 所以都可以做出来 对 没错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真的是要用这些原料 来做成这么一锅的麻辣锅的 这样子锅底的话 老师估计一下 大概要多少钱的成本 真的用中药的话 我认为可能一百块都不止 一百块都不止 我觉得大概要到两百块钱 两百块钱 这个是用三块两毛钱加水 所调出来的 那可是如果我们真的要用这些食材 你说要这一锅两百块 你还要考虑 这些东西 大家都没有看到它真的在熬 在熬的时候你还要那个火 还要那个瓦斯的钱 我跟你讲 那个价格起码 都差不多要两百块 可是我想问一个真的是 因为我觉得像麻辣锅 跟其他的大骨粉熬的 大骨熬的锅 他们强调有中药的时候 我觉得那是在冬天 你去喝它去吃它的时候 你多了一点点养生的想象 那中药的味道也都是调出来的吗 没有一丝一毫的中药吗 我们的中药是有当作食材的 国家规定大概有两百多种中药 是可以当作食材的 都有规定 但是他是不是真正的去买到那个中药 而且好的这个中药来熬的是另外一回事 其实我们台湾生产各式各样中药并不多的 我们管制中药也管制的 不是像其他国家像新加坡这么好 新加坡是每一批中药 他每一批都检查的 我们很多中药 也是从对岸过来的 对对对 所以你还要担心说 即便是用到真的这个中药材 你还要担心 里面是不是有残存的农药肥料等等 甚至有一些寄生虫 甚至一些寄生虫之类的 这问题在里面 所以蓝轩刚一直强调说 麻辣汤底到底应不应该有那个中药味 如果是用这个麻辣汤粉 这样子熬出来的话 这就是我们三块两毛钱熬出来的麻辣汤 你要我喝喝看吗 我没有那么毒 我不是白雪公主的这个毒皇后 可是我感觉起来你好像要我喝 你闻一下 有没有中药味 它就是有啊 不过它这个味道 好香喔 有中药味 好像有 它这个味道很像那个 很想喝喔 很像我们吃那个 泡面的时候的那个牛肉汤 牛肉 牛肉的那个泡面那个味道 因为刚刚Fone在念的时候 就说里面有牛肉的风味嘛 对 还有鸡肉风味粉 它叫牛肉筋粉 牛肉筋粉 对 就像那个味道 它叫牛肉风味粉 鸡肉风味粉 反正我已经吃了吗 我喝喝看好了 真的要喝吗 会怎么样吗 我刚刚喝一口 其实就是 各位亲爱的观众 我有提醒他不要喝喔 它有辣辣的耶 有 因为它是麻辣汤底嘛 有 有 所以它有辣辣的 有 而且呢 如果说你觉得颜色不够漂亮呢 复兴那边还有一罐 还有香西药 叫做辣椒 辣椒酱对不对 老师 其实这个 我们刚刚看一下 里头就会又红又辣 现在看起来呢 有点咖啡色 那但是呢 叶者有教我们说 因为那个麻辣汤底嘛 里面就应该要有一点点红辣红辣的 没关系 你就加一个这一个辣椒酱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够红呢 这边也有辣椒粉 加上去呢 其实这一锅的成本 十块钱绝对不到 而且其实加这个有好处 你加这个时候 我们在捞那个锅底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辣椒片 看到什么 就觉得它是真的 跟觉得一样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 我觉得很容易想象啦 老师刚刚讲说 做这么一锅 如果是真的话 起码要一百块两百块 那现在很多 如果说我们不是吃到饱的 也不过才卖三百多块的 一个锅底嘛 那它赚什么 那这个话就 你说才三点二 三点二元 才三点二元 那不是赚削爆了吗 那这样就永远赚太多了吧 真的 比最近油价降的那个额度 还要来得少 对 想请教两个老师 就是说 所以到底吃些 除了我们第一个 就是伤钱啦 你的荷包 这个价差实在太大了之外 伤心 觉得很难过之外 喝多了 吃多了 对身体来讲 到底有没有什么坏处 因为我们身体的 这个解毒的这个机制 会耗费你很多 身体本身的成本 解毒的机制 从身体的肠胃道开始解 解完了解不了的时候 靠我们的身体的体液 就是我们的血液淋巴去解 体液淋巴解不了的时候 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细胞再去解 所以这种狠毒的这个东西 如果散步到全身的时候 你又常常吃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全身的解毒的机制 都必须要付出代价 是付出代价之后 然后你还要把它排出去 排出去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肠胃道还是一样的 血液还是一样 你的肾脏还是像肝脏一样 还是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以从肠胃到体液 到血液到肝到肾 对对 这样就是整个肠 对对对 就是你全身都要付出代价在那边 而且你还得不到它应该要得到 我们认为有营养的这个成分 所以施老师的建议 就是说少吃为妙吗 对 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身体的 所有解毒的 就会送到肝脏 那你所有化学物质会在肝 把它分解掉 那这些我们看到的 它其实都是 有可能都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可是你天天吃这些 合法的食品添加物 吃下去的时候 你的肝再不断地在运作 那久的时候 其实肝也会疲惫 是啊 所以就是 而且说你肝运作完了之后 你还要胜去把这些东西 排掉 对 就完完全超过负荷就是 没错 难怪我们负担那么大 我们就说来吧 老板 来给我们一个麻辣化学锅底 老板心里头在想 我早就是这样了 那怎么样做健康好吃的果酱呢 美瑞老师呢 待会儿现场就会示范 你看他拿的这个洛神花 这么一大朵 然后这个做出来的洛神花的果酱呢 那种自然的香气呢 让你吃就难忘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回来谈面包 很多人都喜欢的面包呢 没想到里面的化学成分 也这么的大 马上回来